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君 我们现在身处的是武汉了 刚刚去看完那台非常霸气的火箭发射车 真的 现场看到那台车给到我的视觉冲击感是很震撼的 但是 我们今天主角并不是它 而是我隔壁这台最新的东风神 炮汉 这台车无论是外观类似的设计 还是里面的动态方面的一个硬实力 都是有一个很大提倡 下面我们就看看它 可以看到浩瀚的整个外观 也就是遵循了年轻运动这块的设计方向去走 所以 整个它的外观 你们通过几个空镜来看个大概判断一下就OK了 我就不再啰嗦了 下面我说它的外观的几个重点的细节 第一点 浩瀚这台车 它定位是紧凑型SUV 它的车长是4米6多一点 它的轴距是2米7多一点 这么看 这样的数据 基本上就是一个主流的紧瘦型SUV的水准 但是呢 它的车宽是能够去到1米9多的 所以 这台车看去的感觉是很显大的 第二个 这台车的车尾用的是一个鲜背式的设计 配合上它后面有一点点小翘尾的一个搭配 所以 这台车从车尾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动感 第三个 它后面配备了四处的排气 哇 气势非常棒 但要注意的是 这四个排气都是装饰件 真正的排气在下方位置 第四个 这台车前脸是由两种风格设计给到你们选择的 我们这台车它的一个隔山造型设计名为星轨 也就是这种长条式的V字形中网 另外一种 它叫做的是一个繁星 那一个是点正式的中网 两种风格 你们选择 好了 外观情况基本这样 我们下面去车内看看 一座型车内还是很熟悉的感觉 因为它整体的设计语言正式的两个字简约 所以你坐在驾驶位里面 Tiger的感觉就很有一种坐在新能源车型上面的感觉是一样的 然后中控这个位置 它是用了一块13.2英寸的大屏幕去涵盖到车内基本上所有的功能 然后里面可以看到你能够在上面去控制车身的一个系统 还有它的驾驶模式 并且它里面也是包含了非常多的APP 给你们去选择游玩的 就包括车载微信啊 通讯士兵还有全民QQ等等一系列的APP 你都是能够在上面去玩去操作的 另外它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 就是它的语音系统 它是支持一个可见即可说的功能的 这样在你日常开车的时候 真的能够大大提升到你的一个使用便利性 但不过只要你细看的话 它整一个类似里面有些小设计又不那么的新能源 比如它的空间出风口并没有采用隐藏式的设计 而是采用了这种物理外露式的 诶 这么一看它的设计有那么一点点 南波基尼ROOS的一个味道 再比如它的换挡机构并没有采用主流的怀挡 而是这一个蓝花纸的电子挡杆 再 再比如它对于手机用户是不那么友好的 因为它的手机处放的位置是放在了中控屏 后方这个位置 所以我拿放手机的时候是有点不方便的 然后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设计 是它的驾驶模式的条件 它是放在了方向盘右下方这个位置的 这么一看有一点点像保时捷的味道 但是它是不可以扭动的 它只有按下去 上面有一个S的按键 按下去直接可以切换到它的运动模式 好了下面我有点迫不及待想把它开起来了 动态部分走起 实际动态部分才是它的重头戏 这台车用的是一个DHI的混动系统 这个混动系统不得了 因为它有三个第一 第一个它是全球第一个 有功率分流加多档串并连技术融于一身的 混动系统 第二个它是全球第一个 采用四档DHT的混动系统 第三个它是全行业第一个行业认证的 热效率超过45%的 混动专用发动机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 有着如此多绝活于一身的浩瀚 到底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我们这一次试驾的4HEV版车型 这套系统的最大功率能够去到215千瓦 最大扭矩565六米 哇 单看这个数据就不简单了 它的破百成绩只需要6秒 当然了一路开下来它给我最大的惊喜 并不是它的破百成绩有多强 而是它的动力补给是真的足够 对于它四档串并连加双电机这么一个布局 这台车在中后端大部分功换下 都是能够采用发动机直接并连驱动的 所以在中后端大部分的体感加速上面 这台车同样不会弱 哪怕这个时候已经去到了一百一百一十公里 但是呢油门踩下去的那一刻 它动力依旧是来的源源不断 这里顺带说一下这台车拥有了一个七大混连管理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它能够根据不同的路况 根据不同的工况去调配它 到底是并连串连还是串并连 然后再适当的提供一个更加不错的动力响应 又或者是提供一个更加好的静音性 不过作为很多系统它最大的优势 或者说它最大的卖点肯定是平身性 还有它的燃油静音性 其实一路开过来这台车整一个平身性 我觉得是不错的 如果我不去细细的感受 又或者看它的能量图的话 我基本上感受不到它档位之间切换 又或者说是它串并连模式之间的切换 这台车整体一个体感上面的感觉 虽然它有四档之多 但是开起来的平顺性 其实基本上跟你开一个单档的混动系统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另一个油耗 我们今天不是油耗测试 所以我们就没有针对油耗去做一个详细的测试 但是光说这台车的百公里 油耗是能够做到4.2升的 而我们刚刚一路跑过来它的表情 油耗大概是7升多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是符合一台混动SUV的标准的 经过一天的体验 这台浩瀚整体的产品力是ok的 我觉得 然后再结它的价格 目前这台车还没有正式公布它的价格 但是可以推测的是 它的价格区间应该是在12到13万之间 12到13万的预算 你们会选择它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